姐妹们,你们和妈妈做菜的时候也这样吗? 我最近工作特别好,有准备,还不减 还不减 我第一次做花菜 已经到胡红伯伯家 已经这是第几年了,第一次动手做花菜 之前没动手做过 今天都是看他们做 这一段时间就做了 你做花菜 在家里没干过 这一部 我的咖啡 你不不做得太 妈妈,这就好 这就好 我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这就好 为什么要再来一块 这就好 你会来一块 我可以用它 我可以用它去 我可以用它 我可以用它 你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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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时间我婆婆说 他们流标了一个300多万人民币的项目 所以就一直没有心思做泡菜 韩国在每年的冬天 韩国人几乎在每年的大概12月左右 就开始做泡菜了 他们做的泡菜是他们一年的料 韩国人都知道它离不开泡菜 看它泡菜 那个汉蛋了 妈妈爸爸 这个有啥 这个不错 好吃 我母亲把你搅拌一搅拌 没做过泡菜 第一次做 便宜一点 妈呀我都道谈过这么长时间了 都没有亲自做过泡菜 今天这是第一次动手做了泡菜 然后这个白菜呢都是生的 需要先用盐水过一遍 然后呢 把这个辣椒酱什么的都抹在上面 做泡菜这个辣椒酱是最主要的 之前我们有拍过这个做辣椒酱的一个方法 今天呢因为我朋友最近比较忙 所以呢他这个辣椒酱呢 是分了大概两三天做的 我也没有时间天天上来拍 所以呢就给大家拍一下 这个 我把这个 这个往这个 这个根儿这边放 放这个沙兰椒酱 嗯 妈妈呢 他今晚送 他今晚送 海门的一种一样 他今晚送 他的头只在养 养不去给他 养不去 我婆婆不让我做 所以我做了以后 他还得再重新再做一遍 他还得再重新做 然后给他增加工作量 我这抹的也挺好 我感觉 又啥难的 我就往这上面抹点东西嘛 是吧 一点也不难的 不就往根儿上帮忙 我说我做的 看不上 是我做的太 太刺毛了 这个料是最喜欢的 这个料里面呢 韩国人呢 金池是一个浓缩的 我婆婆说的是 这个泡菜是相当于 这个 金池是工夫 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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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缩的 然后我们儿子工夫 就吃了 行 这些 这些 我给安悠悠 做了 白白白菜 对 对 这些 西安悠一个 金池 吃了 白金池 放在 白金池 白金池 放在 我沒有了 這個太好了 這個就直接不吃就好了 不吃 你馬上就吃吧 哪有小蛋 這個就這樣 你吃吧 我吃了 我吃了 我以前嫌我不一直做 老给他浪费白菜 所以他不让我做 他做了结果他又嫌我做的不好 大概每次我们家都要做这么好几大桶 这把桶捏 捕你也走快走 快点快点 快点快来 中国的这个泡菜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 像我们家是在青山南道这边的嘛 就是海鲜味道的 以前我们家卖的那个菊西婆婆的泡菜也是海鲜味道的 就是每个地方的泡菜味道都不一样 可以讲吗 一个韩国给吉巴马的 平西马西谈了就 可以讲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泡菜呢 不是那么的甜 也不是那么的咸 然后呢里面会有一些海鲜 因为这个青山南道这边靠海了 所以呢会有一些这个海鲜在里面 这下边还得再摸一摸 两个青山南道 只 ne有了 还得然 再摸一摸 一摸 第一摸 一摸 四摸 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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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摸 一摸 在韩国呢 其实做泡菜的日子呢 是一个算是一个家庭比较大型的活动 可能就会 如果要是说家族比较大的话呢 就会把家庭的人员都叫过来 然后一起做完泡菜之后 一起吃新鲜的泡菜 然后像这边的话 会买一些什么生蚝 然后一起和泡菜一起吃 这个泡菜呢 因为它这个生泡菜 和这个时间长的泡菜味道不一样 生泡菜它是那种生 就是那种白菜的味道 然后 再加上一些这个生蚝 那像它这个 如果时间长的话 这个泡菜里面呢 是有那个糯米粉 那么有发酵后的这个泡菜的味道呢 和刚开始的泡菜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哦 它还挺有意思 前面 我觉得我做的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做的 还行吧 也不是那么的好 大家之前有多少吃过我们 这个菊西婆婆的牌子的泡菜 然后大家还想不想 吃菊西婆婆牌子的泡菜 想的话我们明年可以 去中国的工厂谈一谈 我们再把这个婆婆的配方给他们 让他们再给我们生产一些 但今年呢 因为我工作比较忙 所以也没有办法 这个 去做 记得点赞关注哦